在前面我们利用了定义来算废式数列 当然这个东西你大概算到40项 它就已经不行了 但我们其实数学家 他后来就发现了一个更快的算法 就是废式数列的通向公式 这通向公式在类似于这个式子 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 就是说我知道N直接带进来 我就可以快速的算出来 那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呢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什么数列 类似什么数列 它是一个等笔数列 就是说它等笔数列就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就是废式数列它前后项的这个笔值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一样先制造出这个废式数列 接下来呢 这里就是要印出相邻的两项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相邻的两项做一个处法 所以我们这里再稍微改一下 就是说这里我们把这相邻的两项呢 做一个处法 那这里的话呢 一样就用斗点隔开 FIV 那这里就是括号的I I加1 然后再除掉FIV的这个I 好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得到了这个相邻两项的除 13除8是1.65 21除13是这个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它越来越靠近多少呢 1.68 对1.618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黄金比例 对 初中高中 然后那时候看一些数学的课外书 就看到这个 然后就让我对数学着迷了 就说哇 FIV的数列的前后两项 竟然跟黄金比例有这个关系 对 好 不过呢 这个这个式子呢 现在在写起来呢 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难看 为什么难看 太长了 对 那还有没有对齐 对 没有对齐 所以我们现在呢 如果想要让它对齐呢 Python有一个方法 就叫做format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把刚刚这个式子对齐的方式 好 那这一段呢 很复杂 这段很复杂 我们来这个讲解一下 好 这个式子呢 哪里复杂 它有什么关键字呢 format 对format 然后这里呢 会让人那个头突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对 看到这个呢 头就快要突掉了 对 就是非常的骚扰 好 它这里呢 有几个大括号 四个 但对应到呢 其实这里后面呢 有四个东西 用豆顶格 它有四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猜出来 这个大括号 跟这个后面 它的关系是什么 输出 对 输出 就是把它填进来 填进来 好 那可是大括号里面呢 它有一个东西 就叫做什么 分号 冒号4D 这是冒号3D 冒号3D 你猜这个冒号4D 冒号3D的效果是什么呢 对 你觉得 这个冒号呢 其实就是要调整它的格式 就是说 我的格式呢 3D 这个是 一般的 它们是整数 所以我们会用D 3D就是说 我要输出一个整数 但这个整数呢 我希望让它怎么 总共占什么 3位 那可以吗 好 冒号4D 最保持就是 其实它前面这里有空白 它总共占了4位 它要输出15 但是前面空了两位 好 所以整数的部分呢 我们就用D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还可以再塞一些格式 例如说 我这里还有这个冒号 这里有这个除法 那这里有个等号 对 这是格式化输出 那最后呢 我这里在用什么呢 冒号8.6F 所以冒号8.6F 你可以猜出来是什么效果吗 这8表示什么 有8位 对 总共有8个字元 8个位置 那其中 小数点后呢 要有6位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 格式化输出 那这个F呢 就表示说 它是一个小数 小数的时候要用F 那整数的部分要用这个D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对 好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就可以把它重新排版 那例如我们这里也可以再改一下 例如说 改成冒号2D 那这里如果今天把它改成 9.4F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对 这样子就变成这个9.4F 所以这里就会空的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知道这个前后相的这个比例呢 很靠近 1.618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除完的结果呢 把它用图像来画 好 就是说 一开始呢 一开始第一项是什么 1 第二项是2 第三项是1.5 1.667 所以它其实画起来呢 就是什么 就是会长成这样子 但最后呢 几乎快要平掉了 对 好 那我们要画这个呢 你要绘制之前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呢 先变成一个list 好 你知道这个三个问号要填什么吗 我们现在这里要画什么 就比 对比 所以用谁比上谁呢 废丝书列的那个 我们例如说我们是这里利用 D那个 我们这里是利用那个 DK项 然后DK加1项 除掉DK项 那K呢 就会从1一直到N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 例如我们这里呢 也可以再画一个这个颜色 对 例如说我们这里 还有什么颜色 黄色好了 试上看 对 这个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废丝书列 那例如说 如果我们今天再看个多一点点 看个20 所以你看 它其实这个比例呢 一开始非常有些震荡 但它最后几乎都是平的 几乎就是 所谓的这个 黄金比例 这样可以吗 对 所以当N很大的时候呢 前后项的比 就是趋聚于这个黄金比例 1.618 也就是二分之一加更号五 好 那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废式数列的一般项公式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我 佩服数学的地方 就是说像这个后项写前项 它竟然有一个公式 长在这边 好 来这里 是不是又开始头要凸掉了 来 这里有没有哪里不好看的 这要怎么解读呢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复杂 你有多大的心理障碍 哪里会造成心理障碍呢 它结构怎么分析 一个加一个减 对 这个一个加一个减 那这里有N四方 好 那这个非式数列呢 这两个 这两个是 你知道这两个数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吗 对 这两个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其实你们在学多项式里面呢 你有说嘛 那满足这个的最小多项式会是什么 要怎么算 2x 然后呢 减1 然后的平方 等于根号5的平方 好 那接下来呢 就会变成 4x平减4x 加1 等于5 所以会变成 4x平减4x 减4等于0 就是变成 s平减x减1等于0 所以这个非式数列 这个 这个通向公式 竟然跟这个式子有关 这个式子呢 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改写成 s平等于x加1 好 你到这里呢 你有没有顿悟到 它跟非式数列很像的部分 有吗 好 这个东西如果你办 你全部再乘一个x 你就得到什么 x3次方等 x2次方加1 对 那如果再一次乘 乘上n次方呢 就变成什么 x的 n加2 等于x的 n加1 加上xn 诶 它是不是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 后向等前两向相加的一个格式 有没有觉得 很神奇 有吗 我到这里呢 就是说 哇 实在是 太神奇了 就是 对啊 这个跟非式数列长得很像耶 这个东西呢 竟然藏在黄金比例里面 黄金比例是哪里来的 是这个式子来的 好 当然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 我们这边先停一下 先不要往这边扩展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式子 好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还是可以 这式的由来 我们后面可以再补充 但是我们先认识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它分成两部分 这部分呢 这个实际的数字大概1.618 那这个的数字大概多少你知道吗 嗯 这是负的0.618 负0.618 那你这里 你会不会吓一跳 哪里吓一跳 竟然这个刚好插个负号 而且小数都一样 对 这是很神奇的 好 那重点是 重点是这个数字比例小 比例小这件事情 有什么重要性呢 一个东西如果比例小 你越成会怎样 绝对只比例小 越成会怎麽 越成越小 所以你现在 今天当n等于10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什麽 是很靠近0 对吼 就是n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东西越来越靠近0 所以原本这个复杂的式子呢 当n很大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怎样 可以把后面这项拿掉 那可以吗 诶 那所以就表示说怎样 其实废式数列 它就是可以写成 跟靠五分之一 乘上这个式子 那右边就是一个什麽呢 右边就是一个等比数列 这样可以吗 对 所以我们就是 透过这样子就把它写成等比数列 好 你可以 这里呢知识量很大 再帮我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什麽 就是它为什麽会展卖 就是为什麽跟黄金比例有关 对 那其实主要的思想呢 就是因为 废式数列跟黄金比例呢 它有这样的关系 这是它们的一个关联性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呢 得到它有两个根 一个是1.618 一个是-0.618 好 对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可以把后项省略掉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程式来计算一下 就是说 现在这是黄金 这废式数列 我们会用这个5代表黄金比例 这就是1加根号5 那根号5呢 我们就用5的信心0.2 那5的信心0.5 0.5次方就是开根号的一个意思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东西输出出来 好 那输出出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来执行 好 这一段呢 这段它在讲什麽 我现在输出几个东西 四个 对 第一个就是i 第二个就是FIBI 这是原本的 那第三个我是输出什麽呢 就是这个式子的什麽 对 我利用这个式子来算非式数列 前面这个是利用函数来算 那这是用这个式子来算 对 那这个算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取一个run run是什麽意思 你知道吗 run是一个四十五物的意思 对 这是一个实际的答案 这两个是 这两个差别 就是有没有run 这是说 你今天用这个式子算出来的 接下来我把它四十五物之后呢 它其实是怎样 是跟这个 很靠近很靠近的 这样子有没有很神奇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两个很靠近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概念 重新来定义一个 废斯数列的这个函式 对 那这个函式呢 我就是把它怎样 写成这个run 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根号五分之一 乘上这个phi的n字方 好 那我今天呢 我想要算这个 100项 也是可以快速的算出来 好 那顺势要算这个 1000项呢 也是可以快速的算 只是这个废斯数列的1000项呢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这一节 我们利用 废斯数列的通向公式 来算废斯数列 这个速度就看很多 那一开始呢 我们先研究一下 废斯数列 它前后两项 这个笔值 那而且呢 我们学会了 利用格式化输出 来调整这个输出 而且可以把它画出图形 那最后 我们还有一个 bonus的补充 这就比较难了 就是来解释 废斯数列 为什么它的公式长成这样子